王将军 开门见山吧 本相今日找你来 有件事 听说你的顶头上司岳飞 蓄意谋反 本相想听你说什么 没有的事啊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相爷 太尉恕大招风 这纯属造谣污蔑 还请相爷明察 既然你没听说过 那你就言之凿凿地告诉本相 说这是没有的事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是不是也打算告诉我没有 岳太尉恨忠心 天下皆知啊 不仅是我 岳家军所有的将士都不会信他 如果本相没有十足的把握 今日是不会跟你透敌的 若你是明中间便是非的人 你在皇上眼里还是个好将军 这样 你知道什么就统统告诉本相吧 你要我无靠太尉 还不如直接杀了我 岳将军请 下面这个节目 是岳将军舞锤啊 是岳将军有名的智多兴 还是错知别做破话 秦兄所言 在下听不明白 岳将军听不明白 可以问张将军啊 他是岳家军有名的智多兴 别做破话之道 问他最强的 多么懂得拉拢任性的岳飞 他就不敢 岳将军你 你不敢 他跟他更改 岳将军就不敢 因为他也不敢 在岳飞 那就是岳飞 岳飞 岳飞 拨开云雾 让你们这些愚笨如牛的武将 多动动你们的脑筋 秦将军 你这是话中有话呀 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以免双方产生误会 今天请诸位列席 一则是以武会友 一则是想请教张将军 别做破话之道 请张将军说个明白 讲个仔细 否则的话 只怕你们两个人是进得来 却出不去 请相爷指教 请相爷指教 我问你 在岳家军当中一直以来 输你资格是最老的 一直都是你在主管军务 那为什么大权会落到张献手中 我再问你 牛头山一役 虽说你违抗军令 擅自发兵 可是你发兵是为了救岳飞呀 可他不但不心存感激 反而要把你杀掉 为何 就算是他用杀机给侯看 也不应该拿你这个 几十年的兄弟开刀啊 于心何忍呢 武贵 你能告诉本相吗 都不可 苗 游蓝 我们现在就出去 给他们看看 走 好 别走破坏意图谋反 给我拿掉 太魏有了自己的主意 但是 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 相爷 你就不要再枉费心机了 谁说我们终于灰魂汤了 别废话 杀出去 好 你是不是很理会 为什么我这相国府上 会有那么大的动静 现在还不是时候很快你就会知道 在山高越小水落石出之前 我跟你谈谈家长吧 增加我们之间的了解 我问你 假如让你选择了 你是愿意花一辈子 拼了命个做一件事情 还是愿意把力气分散 腾出双手去做更多的事情 一辈子做一件事情 如果不成岂不是陪大了 我会做很多事情 那你会做什么 我还没想过 看兄弟们做什么吧 看兄弟 王将军 我看你就算是想过了 也不会知道该去做什么 因为 你是一个人云亦亦 随波逐流的人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你想要做什么是不是 prosper 我不用思考啊 皇帝 你就是好 明天 有事 你也想过来 他也不许是 你已经被岳飞的盖世风范所折伏 岳飞说要收复中原 你就说好 可是你真的打从心底里 说过一成好吗 是 不是 不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 岳飞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更在乎的 是那些看得懂的 这些东西 比如说 兄弟 拳头 大拳 财宝 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才会有人难以 只有这些东西 才会让你心里觉得踏实 快走 快走 如果 你被兄弟们接纳了 你被天下人仰慕了 如果 你不再是烂泥里被人踩来踩去 可有可无的角色了 你的心里就踏实了是不是 是 就算 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可是你的手脚却不是这么做的 因为你想的是东 走的是西 你一直都在 感情用事自欺欺人 你明知你的义气已经被辜负了 可为什么还是这么执迷不悟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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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靳叔 明月 走 快走 快走 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找你说这番话不是我秦桧的 这是皇上的 皇上看你还是个大将之才 天生我才必有用 如果把你当中柴火烧了 岂不是可惜 咱们来 岂不是你 拜托 要不然你 才能忍不义 不要呢 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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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冰冰 谢叔 把这两个白贼给我捆了 爹 拿下 押到大理寺 是 带走 王贵 本乡有药物在身 没那么多工夫跟你啰嗦 我问你最后一句 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我问你 你是不是想跟他们一样 不 说是还是不是 不 不 不 你今日来找本相 是要告发张宪 还有岳云他们谋反 幕后主使就是岳飞 不 我不知道 岳飞他因为对触夺兵权 心中不满 就暗中指使张宪 将岳家军拉到了襄阳 准备投奔金人 不 不 我做不到 你就是杀了我 没有做不到 不 你做不到 好吧 你好好想想回忆回忆 若今天想不起来 就去大理寺想吧 小爷 小爷 那是 那是 太尉被封为节度使的时候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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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过一句话 他说 他说 当年 太子皇帝是三十多岁当上节度使的 我呢 而今 三十见节我也做到了 他说 岳某一台族 居依三十岁见节 自古稍有 我 是 是 是 我 是 是 你 死鸭子嘴硬是吧 别以为你们不说话 皇上就治不了你们岳爷爷的罪 给我好好伺候 是 慢走啊大人 来 月云 请住了 不就是你这皮肉之苦吗 千万 千万不要给你爹丢脸 好 千万 我不是把死案 功成略阵铁马金戈我从来没有怕过 只是没想到 现在居然落到小人之手 我不甘心哪 是可杀不可辱 这种鸟亲 我爹他怎么能忍得下 我爹他 张献月云昭了吗 说是岳家军为了筹款 替伤残士兵起楼 作为妻生之处 他们签了给岳飞 岳飞没批 写了错字别做破话六字 表示筹款不妥 让他们另批门经 只是为了启楼而搞发他措置 别所剥划 这不够稳妥 另外弄个谋犯的文字 把这六个字移过去 对 移花皆目苦打成招 就算岳飞这回插了志吧 那也飞不出去 就是岳飞 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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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岳飞 恐怕她是不会回来的 没错 只是该让谁出这个面子的 爹 您说呢 谁 进来 老爷 爹 那边也有消息我就立刻汇报 老爷 我给你熬了燕窝 还是你贴心 快喝吧 要凉了 好 老爷 今天好像有烦心事 天是地是 人心是最烦的事 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 竟敢惹老爷心烦 乱臣贼子 临死还最硬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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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国必须有治人之道 我也是随便翻翻 你帮我收起来 放到那边去 是 是 来 什么 什么 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还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不行 我们要去救人 走 张勇 人都不知道在哪儿 怎么救 我还听说 秦桧父子俩想借此事 将岳元帅骗下山来 算一算日子 过几天就该到了 既然是个陷阱 就根本不该让岳大哥来 大哥的脾气我最了解 就算是个油锅 如果他知道 兄弟有难 也一定会往下跳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呀 依我看 一不做二不休 不如我们闯到秦府 绑了秦桧 救出张大哥和小云子 那儿的高手里三层外三层 还没等你见到秦桧 你就变成剑靶子了 就凭我们几个 就算加上中医社的兄弟们 也根本靠近不了秦府 更别说杀他了 你看 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啊 大哥 我死 哪个这个 我会抱 你看 我会抱 你看 脸挺好的 你看 谢谢 馅多了 我会抱你 我只是想去 你去忙吧 快来抱你 你去忙吧 我来抱就成了 看呢 我把抱抱了先放这儿 我这经常不在家的 难得在家 你去让我学一学嘛 能吃不就行了吗 这像饺子吗 这 这怎么不像饺子了 爹 你知道我盼你这一天盼了多久了吗 盼哪一天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饺子 我每天都去奶奶坟头 希望她在天有灵保佑你快点回家 这样啊 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在一起 好好地吃一顿大肉饺子了 难怪你老是在奶奶坟前嘀嘀咕咕的 原来是在念叨这事啊 对啊 我还没包完呢 爹啊 说句实话 你打仗肯定是一流的 但是你包的这个饺子 实在是不入脸 还没我包得好 你这小鬼 有这样说你爹的吗 你看我包这个饺子 这个不顿啊 是不是 张帅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呢 我这是巫师不同三宝殿嘛 这都是你的家人啊 这是那家人的家人啊 那人孝额 张帅 快叫人 这么有兴致啊 这是包饺子呢 你们先聊吧 我去下饺子了 把饺子拿过来 这是包饺子呢 这是包饺子呢 你们先聊吧 这包饺子呢 你家人多开心啊 还是你命好 有福气啊 你真是庐山龟隐一身轻啊 这一路走来 我就想起你之前写的两句话 云所断言 无觅处 半山松竹 汉秋风 张帅有话就直说吧 不必绕弯子 那我就直说了 岳飞啊岳飞 你仗着自己有些文采 就张着嘴巴乱说话 说什么文官不爱财 武将不惜死 你知道这两句话 挡掉了多少人的财路 又枉死了多少性命啊 如今你下了马 这些人是有冤的报冤 有仇的报仇 告你罪状 十大折子啊 已经承送到皇上的手里 皇上十分无奈 本来想叫你去临安一续 可是就怕送信的人出事 所以只能叫你哥哥 心字捡来 传达皇上的口音 希望你跟我去一趟临安 解释案情 这样 也可以让皇上安心哪 告我的状子 我岳飞行得正丽的直 不怕告状子 你是不怕 那是因为有人替你背黑锅呀 你这话什么意思 张县 岳云 现在被关进了临安大理寺 你说什么 他二人被检举有谋反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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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飞我劝你别想那么多啊 赶紧飞提京城做一个解释吧 如果不然 他二人将于十日内被处战 谋反 他们二人怎么可能谋反 谁人检举谁人批准 这朝里面谁说话能算话 你应该心知肚明 岳飞 我想你不会让你的兄弟和儿子 为你背黑锅 为你去送死吧 你们简直就是一秋之河 骂我 就算你打死我也无济于事 你我同朝为官 还是留点脸面的好 岳飞 现在你还是跟我一块去联安吧 聊什么那么开心 睡觉好了 我正在跟他杯酒论兵呢 这次不是杯酒论兵 这次是杯酒论兵 韩帅六十岁大寿 皇上不给他做了 我们兄弟几个一道去给他做 当初催你上路的 是朝廷十二道金牌 如今催你上路的 是临安十二将的生死交情 我看这次你是非去不可了 山下那帮兄弟非常想见少保 还特意让我上山说 一定要把少保接回去呢 什么时候走啊 今天 就现在 马上就走 早去两天也没关系 因为那帮兄弟实在是太想见他了 你先下山 我一会儿就过来 好 那告辞了弟妹 我们山下见 走 我们在山下等他 我去帮你收拾行李去 我去去就回 不用带太多东西 路上老 多带点 放心吧 爹 爹 爹 你往哪儿了 你收着吧 好生练习 爹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爹 你从来 你回来 你去看 你家里面 你家里面 有点 你把我给你了 我帮你 你家里面 我家里面 你家里面 你家里面 嗯 我走了 等一下 戴着这个 帮你平安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爷说去给韩帅做寿 可是我怎么记得 以前给他做寿都是夏天啊 跑了一天 还真是渴了 素素 你不懂 孟儿 慢着 这是一百没银票 你快走 怎么 杨棺大盗你不走 为什么你偏向深山虎寻袭 难道你现在还没看出来 张军就是殷草帝府派来的牛头马面 哪有你这样说走就跟他走的 无力存不难行 有力走遍天下 我占个例子 为何不能光明磊落地走 于大哥 这么多年都是我听你的 这次 你就听我一回行不行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不过 这银票你还是拿回去吧 你怎么聪明一事 狐独一时啊 朝廷摆明了是要害你 这张军就是要把你往火坑里推啊 岳云章现在离岸犯了事 等着我去为他们开拓 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外人 望岳云章线头上破分 他们不会是幼儿 是为了引你出来 赵姑娘在秦桧那边 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秦桧是要杀你 此去离岸 你要见的并不是皇上 而是阎王爷 上苍有眼就不会显忠臣于不义 否则天下之大 能逃到哪里去呢 能逃到哪里去呢 沙王都在里边等着呢 请吧 好 这边行 好 这边行 开门吧 开门吧 你不得了 你说今天 不得了 我没感谢 我大家尊敬 不不得了 你这边 能逃得厉害 我 和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